一上台先對國父敬禮 郭台銘再到彰化 出席北斗政長顏洪麟就職典禮 還送上關公 關公代表忠義精神 忠義他是忠義國家 他不是忠義政黨 台灣全世界人民 需要的政治領袖 是因為要懂得拼經濟的政治領袖 對不對 打關公牌 郭台銘朋友跟侯友宜較勁異位 就這麼巧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這時也在彰化 姐姐謝一鳳陪同 弟弟議長謝典玲 則一天三場陪郭趴趴走 不過先前才說不挺他 独立選 態度似乎怂動 連署我們一定會幫他連署 連署就等於支持 過程當中有意見 我們都希望大家能夠 最後回歸 為了中華民 考慮跟他見個面溝通 因為我們今天的行程 也非常的慢 當中央冷處理 但近日郭台銘左搶 讓藍營地方派右炮柯文哲 不做的他來做 侯友宜十二號才能開獎 說若不守信用 恐怕會被對方一槍打死 被解讀是暗奉郭台銘 藍營立委更直言 地方九成八不挺郭 這段期間 我也仿視了各地方的重要人物 大家的立場 共同的立場 幾乎百分之九十八的立場 是不支持 不支持郭獨立參選 郭台銘累參選動作多 但遲遲不鬆口要選 除了繼續消耗支持者 藍白正宜更是冷淡看待 參選黃新城 王子瑜 正海中 看到 刀 优敬 禁�vision